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曲 刘雨昕 作曲 刘雨昕 以从你美丽的衣裳 看你对听天花花 这夜色太紧张 时间太漫长 我的姑娘你在她乡 我出国之前在北京 在国企里做财务的工作 朝九晚五 工作相对比较稳定吧 后来觉得体制里学不到什么东西 就辞掉工作了 想趁年轻出去走一走 学点喜欢的东西 我从小就挺喜欢计算机的 学校有什么计算机要塞啊 都会去参加 对那些黑客啊什么的 还挺感兴趣的 然后就选择IT了 因为我没有IT背景嘛 英语也不是很好 在课上大部分都听不懂 回家就要在网上花好多时间 去预习去复习 每到期末的时候 我就要天天泡图书馆里 还有实验室里去写作业 准备考试 但是再苦再累也没想过放弃 因为毕竟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嘛 做起来也很开心其实 学习压力大的时候呢 我就喜欢去健健身 泡泡布什么的 我就发现澳洲的生活很安逸 经常会看到有些人躺在草地上聊天啊 小孩就画画板 就觉得大自然跟人融为一体 有时候就在想如果爸妈也在这儿 然后爱人也在这儿的话 真的可以一辈子就留在这儿了 就觉得特别好 还有的时候我就喜欢自己在家练练琴 从练琴开始就开始留意街上有一些叫巴斯克 就是街头艺人 偶尔会驻足听他们谈一谈 然后我就在想 有一天我是不是也可以站在街边给路人唱歌呢 把音乐想表达的情感和自己的一些情感传递给路人 那样是不是一个新的体验呢 我梦想要探订什么地方 就是那么令人消耗 我不顾一切 我走在路上 就是为了来高兴 我梦想在各个前方 今夜行动 我梦想到爱的冰冷 我梦想着绿风 我梦想着深深的古道 回头回去了 我梦想到旅途就结束 我要和你平静的生活 却又看看天边而落 这幸福就是紧握我的手 我捡紧你的手 鼓起始络拥抱 素费饭 身份 Fight Of 射击时 中央 着塞呢 凶时 零央 是射击 audiences 通风 现在毕业了 准备回国找找工作 就觉得在中国挑战更大一些 想把满腔热血挥洒在祖国的土地上 正是这三年的种种经历 才让我更勇敢地去做自己 去追逐自己热爱的生活 感谢观看